监狱大陆每隔三千年会有一次飞升天界的契机 而且一次只能有一人飞升 当初我把飞升的机会留给了飞青 该选用闯荡修罗道的方式登临天界 你和洛水寒同属一个时代 也只有一人飞升的机会 你会怎么选 机会难得 自然是留给他 我可以效仿仙族 独闯修罗道 不愧是我方振海的后裔 有魄力 来 我这就将剑术秘笈 天煞诸神传授给你 有他在手 你的胜算会更高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很有剑道天赋 这么快就学会了 这里面记录着仪式合击剑术 使我和飞青以诸煞剑法 追魂夺破剑法为基础所创招式 名为诸煞夺灵 可无视外力阻挡 即便到了天界 也很少有人能敌 不过 这招剑术需要两人共同完成 而且 至少都是剑圣才能修炼 多谢先祖 你现在走出剑狱之外 也是时候了解一些事 比如天有九剑 地有九渊 在剑狱大陆修炼之剑狱境 可称剑神飞神天界 而在天界 剑狱境则为神域境 是成神的第一境 又被称为虚神 相当于地界无者口中的天神 寿源长达数载 都成神了 也不能永生啊 永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想要绝对永生 谈何容易 虚神有千年寿源 已是难得 那神域境之上是什么境界 神域境之上是神灭境 通常被称为真神 而后经历九次灭盘 肉身 筋骨 神魂 分别经历三次洗礼 脱胎换骨七次后 就有凝聚命轮的希望 被称为神君 命轮 那是什么 有道士 命轮不毁 神体不灭 命轮又被称为神轮 到达神轮境 就是神王 我们四人联手动用神兵 居然打不过一把剑 这怎么可能 这只能说明它是真神器 两把剑 竟然打起来了 难道 我猜测有用 好强度不一样 他们是谁 这气息 这气息 该不会是天界之人吧 参见魔主 生血果是我先发现的 等打败了这小子 东西就是我的 我们不到你插手 我们亲手斩了它 本座不插手也可以 他的命归你 东西归我 如何 可笑 人都是我杀的 你凭什么拿他的东西 单论实力 本座的确不如你 但神兵嘛 我的血魔镜可不弱于你的魔神级 这个时候还敢分心 你注定要败 你注定要败 这么多圣血果 可不能便宜了你们两个 不错 谁也别想独吞圣血果 必须见者有份 至于那件神兵 自然是强者得之 小墨仙 你怎么看 彼此人的天赋 将来必定会登天成神 我们无怨无仇 完全没必要以死相逼 只要他肯交出圣血果 就能安然离开 这姑娘的心血 比她好帅 这个异族人 虽然只有圣级中期修为 实力却近乎颠覆 比我们的天骄强太多 不见得吧 我看根本是血魔洞主疏于修炼 才会连一个圣级中期都解决不了 不错 血魔洞主的表现 着实令人意外 继续下去 只会有损圣帝之主的威名 血魔洞主 一个圣级中期而已 你要是实在应付不了 洞主换我等出手可好 你们少在那幸灾乐祸 本座实力比你们只强不弱 再有半刻 定能斩杀此次 你也不怕风大闪掉了他 刚才为了验证实力 陪你玩玩而已 天敌乾坤剑 天敌 清烧 大渤血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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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地 大渤血肘 血炎师兄既然歇一步到了血神山 怎么不进去 已经进去探过了 里面的静止虽然有所减弱 但依然不是圣级后期能够承受 应该只有像洞主这样的巅峰圣者 才有资格深入其中 那我岂不是白带人来了 趁着其他圣级强者还没到 洞主可以先进去夺得神兵 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好争抢了 好 血炎师兄那我先行一步 其实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这么快 是哪位圣帝的主人 非也 是一个圣级中期的异族圣者 异族 血炎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怎能放他进去 应该当场击杀才对 父亲也想拦 只是对方实力太强 根本拦不住 总之 对方实力很强 我估摸着他已经达到了巅峰圣者的层次 东主 你一会儿可要小心些 若他抢先一步拿到神兵 就更不好对付了 放心吧 我摩渊神兵 岂是一个异族人能规予的